初衛發展部的夥伴,帶來的PMPT Taiwan 那大家好,我是初衛發展部的劉承真 然後我也是G01參加者RR 可能大家知道RR的比較多 我剛才把這些跳掉,就是感覺大家要開始批動 好,沒有,那我們今天就是要談的是 我們有想要開始推動公共城市的政策 只是開始推動而已,大家不要太激動 對,然後所以呢,就是想要來收集意見 因為政府最常被靠北是什麼 就是你們都先做了,然後都不問我們的意見 所以我們今天就,還沒做以前就來問問意見 然後如果你有意見的話,等一下也可以找我們 對,那什麼是公共城市呢 我想大部分人應該都知道,但還是簡單快速講一次 那其實是就是這幾年,可能也不是這幾年啦 各位,大概也十年了 然後就是歐洲自由軟體基金會FSFE 然後他們提出了一個問題 基本上就是說到底你花了錢納稅 然後政府做了一個系統 這個城市碼到底是不是你的 還是是政府的 如果是你的的話,為什麼他沒有公共出來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這麼一回事 簡單就是政府的開放城市碼 那數位發展部為什麼想要做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們就是想要提升我們的數位韌性 欸,我會跳回去,好可怕 然後被hike了 對,然後呢 喔,喔不好意思 好,然後接下來就是說想要提升我們的數位韌性 就是說讓民眾可以一起參與 就是說像剛才Ronnie提案萬一緊急時刻 就是大家可不可以一起幫忙 或者是就是說因為透過城市碼的開放 那可能不同機關也可以開始有用 就是用一樣的系統 那其實在資料格式的統一 或者是資安防護上面也會比較理想一點 然後另外就是說那公民參與的升級 就是大家不只是提意見可以一起動手做 對,然後這是基本的概念啦 那至於想要討論數位韌性 這到底是不是數位韌性 不想讓數發自己韌性的人呢 就是可以禮拜四的時候去摩資公僚 對,然後 我好怕我整個禮拜一就會Fire了怎麼辦 好,那我們預計要怎麼做呢 就是我們會有國際案例延期 然後非常感謝我們OCF火 當然跟一些就是社群支持 然後今天就是我們所謂的公民科技社群座談會 QR Code不用掃 因為就是今天的報名網址 然後最後就是公部門的座談會會有兩場 因為大家知道反對最嚴重的可能就是我們自己公部門 然後再來就是產業座談會 他們應該是反對第二嚴重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打怪 請大家陪我們一起打怪 對 然後這次大松我們想要做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很真心誠意想要來跟大家一起就是收集意見 所以我們想要創造一個就是關於公共城市的POLIS 那大家很好奇什麼是POLIS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新的討論方式 我偷了一下VITAN專案的就是網頁的POLIS 那他們會有很多意見寫在上面 你可以選贊成反對或者是略過不確定 那其實他就會慢慢即時的把意見收集起來整理 然後就會有一個就是把大家的意見做成分群 然後即時回饋 同時也會有一些共同意見 或是差異比較大的意見出來 方便我們可以去抓到就是癥結點或不同的客群 對 那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想要把這份POLIS創建出來 然後去分享 那我們有一個很可愛讓大家回到國小的學習單 然後還 然後因為聽說大家現在已經不寫字 也不知道字怎麼寫了 所以我們還準備了線上打字的一個網址 那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幫我們填寫一下 你覺得推動公共城市 有哪些人是你的厲害 是我們的厲害關係人 然後他們的角度是什麼 以及你自己覺得可以放到POLIS上面的一個點字 那我們現在也有一個就是slack channel 在就是G0V的slack上面 那就請大家看看 然後等下走出門 左轉有個看起來很像萬聖節的PMPC攤位 就是我們的 歡迎來找我們聊天 謝謝 謝謝阿 謝謝阿 謝謝阿